中共官媒6月2號通報吉林市疫情嚴峻 而此前的一天 網上傳出兩段視頻稱 吉林市豐滿區四河田園小區 那些因染疫而死亡的屍體被從窗戶扔到樓下 一段視頻顯示 事發樓房的一個樓門口 散落大量不明白色碎塊 事發居民斜上方四樓的窗口處有人懸在窗外 只有雙手雙腳仍留在窗內 隨後整個人突然翻身掉落樓下 有目擊者嚇得大聲驚叫 另一段視頻顯示 一名身穿防護服的人員 和兩名戴口罩男子將墜樓者抬到一輛車內 現場有疑似警察在圍觀 有網友分析 從視頻判斷 墜樓者的姿勢明顯不是跳樓自殺 整個掉落過程中也未見掙扎動作 發視頻的網友說 看不到半點尊重 像處理了一件垃圾一樣把人丟進車廂 救護車都省了 但僅憑視頻 難以判斷墜樓者是否染疫死亡 中共未言死者家屬張先生說 死者死後拋屍有為人倫 就是善待自己的臨天 復旦大學博士黃紀豪也認為 拋屍太不人道 本來死的人都已經是很悲傷了 那麼你又將屍體從樓上拋下來 那麼這樣的話就不是造成了家人的痛傷加痛 這個簡直是沒道理的 也有網友認為 或因居民被封門 無人收屍 可能是家人被迫拋屍體 第一財經5月11號稱 位於吉林舒蘭進入戰時狀態 疫情傳播鏈已經跨省 感染源頭仍是迷 吉林省吉林市因爆發群聚疫情 以全面實行封閉式管理 中共當局採取封小區 封門 甚至樓門家門的極端防疫措施 始於最先爆發疫情的武漢 被封閉在家的居民一旦染疫只能自生自滅 新唐人記者程翰 李韻 周天採訪報導 午後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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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